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父上帝 我父赐福于我们 我父和我们立下了允许 是赐福于我们的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 爱子耶稣基督 使我们通过耶稣基督 领受这庞大的允许 大使的消息是救主诞生了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用全身全心做见证 主啊 救主诞生是关乎我们 全民的最好的消息 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民族 为我们的家庭儿女 主啊 感谢主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所有的人领受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不认识上帝 主啊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 是如实实现的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的内心醒悟过来 使我的内心领受上帝的话语 顺从听从于上帝的话语 做真实的人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主耶稣基督来了 主耶稣基督诞生 是为了大家和我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上帝使用我们 我朴牧师有时候 走遍世界各地 为患者祷告 这患者就能得到医治 不是我的能力 是因为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在做工啊 讲话是由我们来讲的 而上帝为我们负责 是我们的天父为我们负责 马可福音11章23节 相信在今天上帝赐福于我们的 全能者上帝要使用我们 全能者上帝要通过我们显现出来 要通过我们彰显出来 正是为了这庞大的事业 派遣了耶稣基督 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世上啊 大家和我 我们都要属于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 我们就是焕然一新崭新的新人了 格林多后书五章17节 只要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了 这时候我们的心怀意念 由上帝主宰着 我想的一切 我心里的所有的心愿 上帝全为我成全成就啊 我嫖牧师 为什么说牧师 为信徒们祷告的时候 牧师为信徒们做祝福祷告的时候 祷告都蒙垂听啊 因为依靠耶稣基督 靠着信心求主 求父啊 在这时间我们 都要领受这庞大的允许 而我内心的怀疑 我内心的想法 总会妨碍我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啊 我们内心都有罪 所以我们讲不出好话来 我们讲话都是害人的 有时候自称聪明的人 所谓哲学家 所谓学者 讲一些 好像很有道理的一些语句 那尤其在韩国 曾经有一个诗人 叫金利的 他带着 他这辈子带了斗 他为什么带着这个斗篷呢 因为 他写了一作诗呢 他考试 参加科学考试的时候 他就批评了他的爷爷 他不知道他批评的是他爷爷 他批评了当时的那些现状 结果他批评的就是自己的祖先 后来他认识到自己错了呢 他就开始一辈子带着这个斗篷 在座的各位 在这世上 我学的再多 仅仅是动物的水准 就是动物的水准而已 世上的学问学识 仅仅是动物世界 仅仅是动物的水准 我们要认识的是超乎这世上的一切的 是属灵里的世界呀 是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领受的 小学的时候我们学习 二二得四 二三得六 那么大学生看这些小学的数学的时候呢 就觉得哎呀好幼稚啊 那么当今很多人自以为有学问 有文化 自以为是咨询家 自以为是心理学者 给别人教导 但是在上帝看来这多么的幼稚啊 不认识真理的 就是非常幼稚的 是懦弱无用的 最终是初等学问 是动物的水准而已呀 在这世上我们人追求什么呀 在这世上很多人觉得 达到最高尚的程度了 追求的就是和平 一个国家立条约 一个国家立一些目标 好像都是为了和平 都是为了和平 看似很高尚 看似这是很美好的 两个国家的首脑相互见面 讲的主题就是和平 但是 尽管讲的主题是和平 却不认识什么是和平啊 和平是什么呀 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这些罪人 终于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能够与上帝建立起关系 这就是和平啊 正是通过上帝的爱子 耶稣基督的保险 给我们开启了一条 得永生的道路 能与上帝和好的道路 是真路 是真理呀 这世上的和平 把什么看成是和平呢 而且在这世上追求的和平 靠我们人的力量也达不到 而自己却意识不到啊 这大喜的消息 救主诞生了 是拯救我们的生命 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是拯救整个人类 拯救整个世界的人口啊 这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 最庞大的约 是美好的约 我们找一下 路加菲二章13节到14节 相信这上帝的话语 今天进入到我们的内心 进入到我们的心灵 苏醒我们的灵魂 使我们的灵魂得救赎 这多么的好啊 这是非常庞大的好消息啊 是最大的喜讯 而只有认识了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才能领受上帝的福音 大家知道我内心平安的时候 我跟身边的人都能和睦相处 家庭和睦 跟周围的人才能和睦啊 而当今我们内心自己都不平安 说要搞起一种和平的运动 然后自己却意识不到自己是多么的虚伪啊 路加福音二章13到14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阿们 我们领受了这平安了 领受了耶稣基督了 我们才有资格称颂上帝 赞美上帝 因为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了 才能称呼上帝为我们的天父 赞美荣耀的上帝 赞美至高至上的上帝啊 格鲁西书三章16节 而当今很多的人赞美上帝 唱赞美诗 唱诗歌的时候呢 却不认识这耶稣基督的存在 光以唱流行歌曲的态度 光以音乐的角度 光以那种声乐的角度 来唱诗 唱赞美诗 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呀 我的内心要明确地有确信 是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能够赞美上帝 称呼创造主天父 上帝是我的主 我的父 这时候唱赞美诗 才是蒙悦纳的呀 我们唱赞美诗 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诞生了 而且是为了我的罪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耶稣基督诞生在世上 为的是 背起我的罪孽 去背着十字架 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第三天复活呀 在座的各位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每一天 每一秒 每一刻 每一时刻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迎接耶稣基督的 就是圣诞节呀 对于我们 每一天每天都是圣诞节 在这世上说 这一辈子就有几次机会 有些人说 哎呀 小时候如果错过了 就失去机会了 不再有回转的机会了 这都是动物的水准 这都是懦弱的 是世上的标准 在上帝这里 一切都是可行的 是全能的 撒末尔刚断奶 就蒙主的使用 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使用我们 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是没有局限性 是无穷无尽的 是非常庞大 神奇的 在这时间 正是有上帝的权柄在工作 是非常神奇的 因为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 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 上帝创造了大家和我 是在宇宙之外 所行的一切的事情 是超乎我们这些人类的想象啊 这一切一定是能行的 而唯独靠耶稣基督 使我们领受这一切啊 韩国呢 一度追求的是佛教啊 儒教思想啊 导致沦落到 吃不上饭的 特别贫穷的一些日期 时期 韩国人度过了贫穷的日子 特别贫穷 吃不上饭 叫 清皇不接啊 而在耶稣基督里呢 在基督里面 不分男女老少的 不分男女老少 在座的各位 我们认识上帝的儿子 名叫耶稣 而他正是将是为人的基督啊 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啊 是上帝 在创世之前 就已经跟我们预定好的 立下的约定 基督啊 加勒太说三章二十八节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灵魂要活呀 每一天每一天 要焕然一新 每一天每一天 靠圣灵更新啊 我们的外表 每一天可能会退化老去 而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在基督里 在上帝的爱子里面 我们的内心是 每一天每一天 靠圣灵更新 焕然一新 因为这是全能的上帝 和我们立下的永许啊 所以不要分男女老少 也不要分年龄大小 只要我属于耶稣基督了 我们的祷告蒙垂听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这正是最好的消息 最美好的旨意 最美好的消息 正是大喜的消息 救主诞生了 是救主来了 使我们不知缺乏呀 对于我们没有失望 没有绝望的 因为基督就是我的盼望 上帝的儿子 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 大喜的消息 救主诞生 这救主就是基督诞生了 那么我和基督 能 我和基督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人类因罪恶 都成了死人 像动物一样 光有肉体 跟动物是一样的 而死去的这个灵魂 靠基督的宝血 靠基督的身体 使我得生命 得救赎啊 格林多前书十章 十六到十七节 所以基督诞生在马槽上 马槽是给动物 喂饭的那个马槽啊 这就是预表 耶稣基督诞生 就是为了拯救我们 这些死去的灵魂 就是罪人呀 因罪恶 我们成了死人 就跟动物一样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处境 就是要灭亡在地狱里的 这样最悲惨的 最可怜的处境 光有外表的肉体 这肉体不是我呀 我内心的灵魂 才是真实的我 而我的灵魂 被魔鬼撬走 被魔鬼支配的时候 就是行尸走肉一般 就跟动物 没什么区别 而耶稣基督呢 宁可自己牺牲 诞生在了马槽上 就是预表着 为了我们这些罪人 要舍生命 给了我们自己的血和肉 为的是让我们得生命 得永生 罪恶得救赎啊 而没有区分我们 没有区分我们 无论是有学识没学识的 无论是男是女 无论年龄大 男龄小 无论是什么样的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的 任何人都能来领受 这耶稣基督的福音 都能来聆听 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啊 所以在这世上 只要有了耶稣基督 我是没有任何痛苦的 没有任何失望啊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不被定罪 我们的灾难咒诅 一切的罪恶 全得到了释放 得到了赦免啊 这是多么庞大的声音啊 这上帝的话语 就是给我的粮食啊 这上帝的话语 就是我的生命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所有的人 都要做这主人公啊 我要领受 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要属于耶稣基督 与上帝和好 领受这庞大的恩惠啊 那么在这时间 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人 因上帝邀请我们 是上帝召唤我们 我们来到了主面前 来到了教会 那么在这时间 我们既然因得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得救赎来到主面前的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做义的器具 蒙上帝的使用 蒙上帝的喜悦 第十节我来读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阿们 入教分二章十节 这大喜的消息 是关乎我们万民的 是关乎我们每个人 关乎我们每个国家 关乎每个民族 不靠着耶稣基督 谁都得不到救赎 谁都不能得救啊 这救主耶稣基督 正是上帝的奥秘啊 哥罗西书二章 二节到三节 而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 正是让我们认识到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们能认罪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的罪恶得到赦免 使我们从罪恶中获得释放 得到自由啊 我们呼喊阿们 因罪恶死去的我们 自亚当夏娃犯罪 我们都是罪人 活在罪恶 出生在罪恶 就是死人 是死的灵魂 而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和肉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因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战胜了一切的邪恶恶魔恶鬼的权柄 使我们得到了复活的盼望 使我们得到了这永生啊 耶稣基督诞生在了这马槽上 诞生的这位耶稣正是基督啊 马槽是喂马的 就是喂动物的 我们就是动物的处境啊 我们就是这样 灾难咒诅的处境 我们就是这样 因罪恶要死去 没有任何希望的处境 而谁给了我们盼望 是上帝向我们施怜悯 是上帝爱世人 派遣了爱子耶稣基督 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生命啊 我们的饼 就是基督的肉 我们吃的粮食 就是基督的话语 就是耶稣基督的肉 是耶稣基督的保险啊 这正是全能者上帝给我们的允许 这是全能者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啊 这是多么庞大的祝福啊 这就是大家和我们的命运呢 因耶稣基督使我们的命运 得救赎啊 我们找下格林的前书 格林的前书十章 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要吃基督的肉 要喝基督的血 这时候我们才能得生命 最后得救赎啊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 这正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圣餐 是新约啊 在这世上我们吃的再好 还是动物 我们吃的再好 营养再多 我们的生命还是不能得救赎 罪恶还是不能得救赎 罪恶得不到赎免 唯独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唯独靠基督的血和肉 我的生命才能得救赎 罪恶得赎免 格林的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寿这一个饼 阿们 圣餐就是我们统领基督的杯啊 就是基督的血和肉 使我们脱离这死亡 使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罪恶 使我们脱离这灭亡的处类的处境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们做尊贵的儿女 尊贵的上帝的儿女啊 我们再回到路教福音二章十三到十四节 这是上帝和我们立下的允许啊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惠 多么庞大的恩典 哎呀 有些人就说了 哎牧师 马太腓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节 约拿的神迹 约拿说二章的记录是什么呢 这就是预表圣餐呀 就预表圣餐了 耶稣基督啊 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成为义 我们人内心是没有爱心 也没有义的 唯独耶稣基督是爱 靠耶稣基督使我有爱心呀 大家和我我们都不虔诚不圣洁 我们是罪人的时候 是基督为我死去 成了我的代数 就为了我代替我的罪恶死去了 罗马书五章六节 没有比这样的爱更伟大了 没有比耶稣基督的爱更伟大的爱呀 这是非常宝贵的允许 所以如果没有基督 我们得不到救赎啊 格勒西书二章八节 讲道讲福音 不照着耶稣基督的话语讲的话 那都是假的讲道了 很多人把圣诞节 当成是世俗的欢乐的机会 去喝酒啊 去玩啊 什么去什么 喝一杯啊 买买礼物啊 那不叫圣诞节 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的 在圣灵里面 我们要有平安 在圣灵里面 认识上帝的平安 认识上帝的义 认识上帝给我的喜乐 纪念耶稣基督诞生 是为我的罪恶死去的耶稣基督 这才是圣诞节呀 路教分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我来读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上帝 大喜的信息 大喜的消息 救主诞生 是为了让我们能像天使一样赞美荣耀的上帝 那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因耶稣基督诞生 在这地上也能使我们领受平安了 至高至上的上帝 赐给了我们这庞大的平安 正是耶稣基督诞生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能与上帝和好 而当今很多人不认识什么是这句经文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我们嘴上说平安 祝您平安 祝您平安 而我们有没有 每当我们讲平安的时候 有没有认识到这平安 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 而且为我的罪恶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才能使我们有了这平安 才能使我们领受 享受这平安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能使我们这些罪人与上帝和好 能使我们这些罪人与上帝 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这才是平安 大喜的信息 救主诞生了 这是关乎万民 是关乎所有的人 这是基督为我们诞生了 基督诞生 为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得救赎 蒙上帝的喜悦 能荣耀上帝 赞美上帝 上帝给我们的命令 无论在这世上吃还是喝 荣耀要归给上帝 格里德前书十章三十一节 上帝交代的命令 如果我不遵守的话 就是灾难和咒诅啊 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使我领受平安 在座的各位 在这世上怎样才能 真实地过为人的生活呢 信心就是使我领受 这一切的平安呀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使我领受这平安 我内心平安了 夫妻关系就和睦了 我内心平安的时候 和身边的人和睦相处 每家每户和睦相处 整个国家也和睦相处 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 是所有的 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 主宰我的新华意念的时候 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呀 罗马书二章十四节 我们再读一下一二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阿们 我们呼喊阿们 在地上有了平安 归于上帝所喜悦的人 很多人说 哎呀牧师啊 我现在不求平安了 能不能先给我一些钱财呢 给了我钱财 结果因这个钱财 我却走向了地狱 有了钱 我反而被钱财支配着 成了钱财的奴仆 所以上帝就没收这钱财 我们首先要求的是耶稣基督 我内心需要的是耶稣基督啊 我们内心仅需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其他的都是其次的 我内心领受了平安 我才能治理一切 管理一切 支配一切 是像上帝的儿女一样 有权威呀 我们找一下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传道书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蒙上帝的喜悦 我们怎样才能蒙上帝的喜悦呢 我们的言行举止要蒙上帝的喜悦呀 而很多人不知道 我的言行举止如何才能蒙上帝的喜悦呀 我们首先要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啊 上帝派遣的耶稣正是自己的独生子基督 靠着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的罪恶得赦免 能战胜一切的邪恶的权柄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上帝喜悦谁 就给谁智慧 知识和喜乐 我有罪人 上帝使他劳苦 叫他将所收取的 所堆积的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阿们 上帝告诉我们了 在这世上 分两种人 信耶稣基督的人和不信耶稣基督的人 那么 这圣诞节正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 为我的罪恶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 不信耶稣基督的 就始终是活在罪恶里 要被定罪的 而信耶稣基督是蒙上帝喜悦的 信耶稣基督肯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的人 是蒙上帝喜悦呀 格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 我们人要去天国的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人因信耶稣基督上帝赐给我 能得救的智慧 这智慧是非常庞大的 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上帝赐给我们 能得救的智慧 使我们靠着上帝的智慧与知识 能绰绰有余地 战胜一切的邪恶的恶魔恶鬼的权柄 使我们靠耶稣基督战胜一切的罪恶 不会被罪恶协助 而恶人呢 恶人有劳苦 被魔鬼捆住 被罪恶捆住 被魔鬼支配着 那是最痛苦 最凄惨的 所以恶人积攒的一切 都是为义人所预备的 那很多人听了这句经文 就特别地高兴 哎呀 真好 那恶人 恶人所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 那都是为了我吗 首先我来省朝 我是不是义人呢 我们首先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成为义人呀 并不是说我来到教会了 我就是义人了 能成为义人 不是靠我的好的行为 我没有好的行为 我内心也没有义 我的内心也没有爱心 唯独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有了信心 一切是耶稣基督的功劳 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的功劳 我们是毫无用处的 我是懦弱无用的 是非常非常软弱的存在呀 传道书三章十八节 我们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 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 光肉体活着 那是最可怜的呀 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使我们获得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而且使恶人所收据的都成为属于蒙上帝喜悦的人 愿意领受这庞大恩典的我们呼喊阿门 愿意领受这庞大恩惠的我们呼喊阿门啊 我们要蒙上帝的喜悦呀 我们怎样才能蒙上帝的喜悦呢 如何才能蒙上帝的喜悦呀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四章 十七节到十八节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上帝最了解我内心的处境啊 在这世上我们以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突然就说谁给我受伤 就比如说我父母伤害了我 或者我又伤害了谁的内心 人与人之间受伤受创伤 那都是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才以为内心有创伤的 得到耶稣基督了 有耶稣基督的爱安抚我的内心 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内心的伤痕全涂抹掉啊 我内心不要专注心里的创伤和绝望 我的内心只专注耶稣基督的爱 耶稣基督的保险 这最好的消息 救主诞生是为我这个罪人 为我内心的伤痛 耶稣基督诞生了 为的是涂抹我内心的罪恶 为的是涂抹我内心的伤痕 使我从此只有平安和喜乐 再大的苦难 再大的伤 伤害 也不会攻击到我 不会垮掉我呀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真爱在我内心 永住在我的内心啊 我们读一下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上帝的国不在乎吃与喝的 我们在这世上追求吃喝吧 这不属于圣灵的 圣灵里只专注上帝的爱 上帝的义 上帝的平安 上帝赐给的喜乐 这才是上帝的国 我们人是要靠上帝的话语而活 上帝的平安 上帝的义 上帝的喜乐 才是我们需要吃的粮食啊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 就为上帝所喜悦 又为人所充许 阿们 在这世上 特别喜欢吃喝玩乐 喜欢搞聚会 搞聚餐 哎呀 各种各样的节日 就搞聚餐 年底开个年会呀 要吃好啊 年底开个什么忘年会呀 甚至什么辞旧迎新的会呀 很多人 文身也文了一条心 这一条心 我们人没有一条心的 只有靠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 我才能有这一条心呀 很多人文了一心 文身 当然了 圣经里是告诉我们 不要文身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要警醒过来 省察自己的内心呀 在这世上 专注于吃喝玩乐 衣食住寻 衣食住行 但是在主里面 在灵力的世界里 属灵的世界里 要超乎这一切 我们专注的是 上帝赐给我的平安和喜乐 和上帝的意 和上帝的 上帝的公义呀 蒙上帝喜悦的人 就是服侍基督 信奉基督的人 我们的言行举止 我的生活 我的肉体 我的内心 只专注于耶稣基督 信奉耶稣基督 悔改 服侍耶稣基督的 这才是蒙上帝喜悦的 我们今天一定要领受 这庞大的祝福 愿意领受这祝福的 我们呼喊阿门 愿意领受这祝福的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 我们愿意领受 耶稣基督福音的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 上帝赐给我们这一切 使我们赞美上帝 荣耀上帝 这一切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到的 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在这几样上 服侍基督的 就为上帝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阿门 阿门 在这几样上 服侍基督的 我们不是在这世上的 世上专注 专注于上帝的公寓 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而且在这几样上 服侍基督的时候 就为上帝所喜悦 在这世上 我们专注于世上的吃喝玩乐 专注于世上的意识住行 专注于世上的标准 和价值观的时候 我们就会纷争争吵 大家知道纷争争吵 那都是属乎肉体 属乎世界的 是最大的恶呀 雅各书三章十六节 当我们不认识 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都犯罪了 都活在罪恶中 尽管这样 上帝给了我们机会 上帝向我们 伸出了救援的手 派了爱子耶稣基督 诞生在这马槽上 正是喂养我们 喂养我们这一切的罪人 我内心有发臭的罪恶 我内心有邪恶的心 使我的身体发臭了 使我的身体腐烂了 我一直沉浸在罪恶中 都没有任何感觉 而上帝向我 伸出了救援的手 没有嫌弃我 给了我机会 给了我爱子耶稣基督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呀 使我们这些罪人 通过耶稣基督的保血 罪恶得赦免 使我们吃耶稣基督的肉 使我们喝耶稣基督的血 使我们从此得生命 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获得一切的智慧与知识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惠 这是多么庞大的爱呀 而我们始终 甚至很多教会 还在纷争争吵 那真的是太可悲 太可怜了 纷争争吵 就是意味着一切的邪恶呀 雅各书三章十六节 很多时候 我们嘴上喊着 大喜的消息 救主诞生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的言行举止呢 在分党结派 纷争争吵 甚至结怨结仇 不饶恕啊 我们警醒过来吧 脱离一切的灾难和咒诅吧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血 使我们醒悟过来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血 使我们脱离 这一切的罪恶和灾难呀 哥罗西书四章二节 在这几样上 服侍基督的 使我们蒙上着的喜悦 所以我们要 我的言行举止 我的身心 我的内心 要服侍基督 这正是上着的奥秘呀 尼西米西九章一到五节 当以色列百姓 认罪悔改的时候 是怎么认罪的呢 花一天的时间认罪悔改 那么那天的四分之一 读了律法书 第二个四分之一呢 求上帝饶恕我 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 大家可以读一下 尼西米西九章 人家是怎么认罪悔改的 详细详细地 续说了自己的罪名 和自己的那些犯的错 真诚地承认自己的罪 而我们现在认罪悔改 唯独靠 无侠无私的 耶稣基督的保血 这是上帝爱着的保血 这个罪恶才能得到赦免呀 因此我们 因耶稣基督的保血 才能成为义 彼得前书五章十节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 不是靠我们 是靠耶稣基督的保血 使我们成为义 因耶稣基督的保血 上帝造就我们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信耶稣基督 信了耶稣基督的名 就要承认自己是罪人 认罪悔改 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 脱离一些的罪恶 归向上帝呀 大家的儿女 现在很操心吗 很多人现在不信主 徘徊在堕落的罪恶中吗 来信耶稣基督吧 来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只要信了耶稣基督 上帝造就我 上帝改正我 上帝使我脱离一些的罪恶 我们的指导者就是耶稣基督 我的磐石 我的根基 我的基础 就是耶稣基督啊 在座的各位 耶稣基督诞生在 这黑暗的世界上 是上帝的真光 来到了这世界呀 正是上帝和我们 立下的应许 66卷中 跟我们立下的应许 一切的祝福和应许 唯独靠耶稣基督 才能领受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属于基督了 才能领受这一切呀 以赴所说二章十二节 前提是我要属于基督 我要进入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 我才能成为崭新的新人 是焕然一新的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真光 在基督里面 使我们 有光明 在基督里面 有光明的好行为 是 有光明的好行为 也能照亮身边的人啊 耶稣基督的光 照亮我的内心了 我的眼睛开了 灵力的眼睛开了 灵力的耳朵开了 使我认识上帝的荣耀 使我 终于聆听了上帝的荣耀的声音 使我聆听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教导 我们愿意领受这祝福的 呼喊阿门 揣机事件的时候 唯独摩西 聆听了上帝的声音啊 那么当今 我们所有的人 靠着耶稣基督 属于基督的时候 使我灵力的眼睛开了 使我的灵力的耳朵开了 使我的灵力的内心开了 使我们聆听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使我们聆听上帝的教导啊 我们一起呼喊阿门 我们今天得照了 我们告白 我得照耶稣基督了 我得照耶稣基督了 那么 得照耶稣基督的人 我要爱身边的灵魂 我得照了耶稣基督了 我得照了这救赎的恩典了 也要把这好的恩惠 传出去 分享给身边的人 我们跟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得照这福音了吗 得照这福音了吗 得照这大喜的消息了吗 在现场听讲到的信徒们 得照这大喜的消息了吗 上帝多么多么的好啊 在这几样上 我的言行举止 我的身心 我的内心 服侍耶稣基督的时候 使我们蒙上帝的喜悦 我们常常的祷告 不灰心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使我们蒙上帝的喜悦呀 真切地志愿 大家蒙上帝的喜悦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为的是服侍基督 见证耶稣基督 为的是传耶稣基督啊 在座的各位 这福音 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 是上帝的爱子 耶稣基督诞生了 是天国的福音 是得救赎的福音呀 是悔改的福音呀 今天上帝命令我们 我们要获得上帝赐给我们的 智慧知识和喜乐 所以在这时间 在这世上呢 我们专心 专心在上帝的公义上 专心在上帝的旨意上 专心在上帝的喜乐 上帝赐给我的平安和喜乐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世上的恶人 辛辛苦苦赚钱 辛辛苦苦积攒一切的财富 而那一切的财富 最终是为一人预备的 所以我们专注于做的 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悔改 读圣经话语 专心地祷告 我们找一下诗篇一篇二节 诗篇一篇二节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高举我们的时候 有上帝帮助我们 有上帝做我的盾牌 有上帝做我的指路人 指路者的时候 人是挡不住的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这庞大的福音 使我们能悔改的福音 是天国的福音 是得永生的福音 是真理的话语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诗篇一篇二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自恶人 便为有福 阿门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要 时时刻刻蒙上帝的喜悦 时时刻刻 服侍耶稣基督 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 昼夜思想 昼夜认罪 昼夜思想 上至的话语 昼夜思想 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昼夜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真诚地认罪 悔改 这才是有福的 我们得到耶稣基督了 才能保证儿女领受这庞大的福气 才能保证这个国家和民族领受这庞大的福气 我们呼喊阿门 真诚地志愿大家 不停地祷告 要常常祷告 一定要竭尽全力地 常常地祷告 不要灰心 仅仅抓靠耶稣基督的保险 仅仅抓靠耶稣基督的能力 祷告主 承认我是罪人 承认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一切的罪恶了 真诚地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做世界段悔改啊 在座的各位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上帝赐福于我们 我得到耶稣基督了 这时候我不需要去强调什么 我不需要去告诉别人什么 上帝在做工 这一切是上帝的作为 上帝在主宰着这一切 上帝亲自做工 使我蒙上帝的使用啊 这就是荣耀上帝的人生啊 铁撒罗林家后书二章十三节 通过基督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全能的父 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 大喜的消息 救主诞生正是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诞生了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祷告 我们要服侍基督 不停地服侍基督 内心专注于耶稣基督 祷告的时候 蒙喜悦 蒙垂听 主啊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庞大的恩惠 使我们通过耶稣基督 能做上帝的儿女 使我们蒙祝福 使我们的儿女蒙祝福 因耶稣基督上帝赐给我们 智慧与知识 主啊 求主赐福于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保守住我们 使我们从现在开始 竭尽全力地祷告 不停地祷告 勤奋地祷告 使我们的内心只专注 耶稣基督 使我们的内心只专注 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 使我们内心先求 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使我们竭尽全力地属于基督 这时候上帝为我们开启 天国的路 求主帮助我们 愿此刻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无穷无尽的爱 与圣灵赐给我们的感动 和醒悟 从现在开始 我们相信 我们得到耶稣基督了 我们得到救主的恩惠了 而且我们内心 下定决心 要蒙上着的喜悦 我们要下定决心 我的言情举止 我的身心 我的全身全意 要服侍基督 在这每一个下定决心的心灵上 奉主的名祝愿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